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相关人事消息 将于11月solo出道 首先不排除流粉的可能性 毕竟外机是长重度拖延症 这个11月可能是明年的11月 也可能是后年的11月探索 但是 如果这个消息属实 那么就有个说了第一 B-L-A-C-K-P-I-N-K组合出道两年歌曲 都不超过两只手 Twice红毛在前 还有一个年前产品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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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粉末现在并未站稳 组合成员就要Solo出道 那这个组合要何去合同呢 况且 粉末粉丝为半比例比团伞比例更大 组合近况堪忧 四个姑娘有言有能力有身材 不过外机被一波波操作 真是让人看不懂第二 Jani作为粉末S7能力台风我们都是承认的 但是 大家也都知道是什么问题 Jani现在路人员并不好 滑水出缺 说实话 仅此一例 第三 拉哈Solo成功率并不高 少女时代她演出道八年换来第一张Solo 歌曲质量更是精益求精 才获得了成功 但是其他人呢 许贤 Tiffany当然如果你说 靠粉丝打来的销量等数据也算成功 那小编无话可说 第四 组合的其他三个姑娘静静尴尬 组合位站稳 个人无资源 她们的定位是什么 有粉丝这样说 演唱会上怎么办 Jani Solo 其他妹妹翻唱吗 嗯 这个问题 值得深思最后 小编再次说明 此文几位分析文 拒绝私逼 祝福 BLACKPINK组合大发 如果Jani确定Solo 小编也祝福Jani Solo 可以成功 如果大家有不同观点 欢迎大家在文章下方评论分享 拒绝私逼 本流娱乐世界大解说原创 欢迎关注 带你一起长知识 来 好